咱们就继续做下个功能了 下个功能是什么呢 就是显示系统进程和不显示系统进程 以及什么呢 清理进程 你看这个金山的也有 设置 设置 大家看是不是定时清理进程 显示系统进程 我一勾选 是不是在这里面系统进程 是不是就不显示了 大家看呀 是不是显示用户进程 设置 航大线咱们把这个功率也做下 只不过咱就不按了金山的activity来做了 咱们做个什么呢 抽屉切单 抽屉切单 像这种效果 看脑袋 脑袋里面给上一期 只是把地面给它做下 是不是这个功能的东西啊 如果点击显示这个按钮 点击一下 是不是它自动 自动的是什么了 是不是自动的把系统的流过滤掉了 是不是 自动过滤掉了 好 那其实这个功能也做好了 你看显示 我把系统进程给它抠掉 看一下效果 是不是就用功能软件 是不是 功能已经做出了 用这个界面来实现 那首先咱们先把这个抽屉切单呢 给大家讲一下 抽屉切单给大家讲一下 讲完这个时候 咱就可以写功能了 好 抽屉切单呢 大家技术有没有学过 没有 这个也比较简单 咱一步步来啊 找到咱们的布局文件 布局文件就是Task Manager 好 这个抽屉切单的加端码呢 是不是按钮的上方 是在这里啊 好 按现在我就可以 按钮的上方在哪里 是不是其实就是个真布局啊 那在真布局里面 我是不是再来一个 添加一个什么呢 这是进步评啊 添加一个抽屉切单 抽屉切单 好 抽屉切单呢 怎么写呢 大家看这里有 找到那个 Completed Completed 这里有个什么 是不是使力定做 是不是使力定做 这个就是抽屉啊 你把它 揪过来 说在这里啊 是不是看着 看一下 看下代码 是不是抽屉的把手 是吧 好 大家看一下 揪到它响啊 刚好揪到这个位置了 是吧 因为这真布局 是不是谁显得都无所谓啊 好 大家看 这里是什么 这里报错是什么错 是不是没有方向 Origan推训 Origan推训 我们那个垂直方向吧 我只有垂直方向 我垂直向 是不是就没错了 这是这个 完整的一个 这是原样的抽屉吧 原样的抽屉 你看下效果 这里是不是一个把手 是不是 好 你们先来运行一下 这是原装的抽屉的样式 等一下 你们把抽屉给它改 改一下就行了 当然现在 现在这个抽屉 大家看下 是不是比较帅一些 是不是 这个抽屉 看起来比较帅一些 那现在你们先看下 那个丑的抽屉 长什么样子 好 运行起来 看一下效果 进程管理 是不是就出来了 好 一点跑上去了 一点下来了 相当的丑 对不对 就一个按钮 让它跑来跑去 是吧 好 就这么一个操作 是吧 好 现在呢 一步步改了 首先呢 这个把柄 看来看 是不是换一下 换掉 换成什么了 是不是换成了 这个 这个把柄 好 这个把柄 是不是 好 这个把柄 也有素材 先把素材 考一考 先把素材 考一下 资料 素材里面 有个 软件管理 这个是哪个素材 这里是吧 是不是这个 还有两个箭头 一个向下的 一个向上的 这是软件素材 是不是这三个就够了 好 复制一下 放到A型目标下 A型目标下 现在呢 一个背景 两个箭头 大家看 这个掌向 是不是就讲 这个掌向 是不是 好 这是一个背景 然后背景呢 是不是加两个箭头 好 这两个箭头呢 它只写成一个 是不是你加两次 是不是就行了 然后呢 这个箭头还在动 是不是就是 加一个动画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不对 其实一步过来啊 方向 方向是这个箭头嘛 有两个方向箭头 是不是都有 都有啊 这两个箭头都有 好 首先是 做了BG是吧 我给你表达一下 做的掌向啊 打开 好 大家看 这个BG是不是 对了 抽屉的把手 是吧 抽屉的把手 抽屉的把手 这个是什么 是不是抽屉的内容 抽屉的内容 一个抽屉的把手 现在我首先修改 抽屉的把手 这个ID不能变啊 大家看 这里是不是引用ID啊 是啊 好 那现在我把它 首先改成什么 容器吧 因为容器是个 添加数据了 好 先改成相对不及 因为我 中间加点数据了 好 这个填固复权体啊 这个呢 就文本就不要了 这是一个 relative layout 然后呢 这里来个什么呢 结束的标签 然后呢 在这里面呢 首先放一个背景 背景的话 我这里来个什么 抽back ground 是不是就搞定了 做物里面 叫做什么呢 叫做做 是不是做 BG啊 好 预览 现在效果 是不是瞬间 把手 就变成这样啊 瞬间高档上了 这个高档上 还是美工的效果 还是美工 所以说 这个美工 非常非常重要 比想我在 开发团队里面 最最照顾的 就是美工 最照顾的 就是美工 不仅仅因为 它是女的啊 因为它是 它是我们这个 项目的脸 是不是 项目的脸 如果它做的 不法男的项目 做的功能再强 也没人去欣赏 是吧 好 这个添加建头 添加建头 好 建头 这两个 两个建头 是吧 两个建头 是不是也要容器 来封装一下 好 这个咱们 我们现先顾局吧 宽度呢 包裹内容 高度呢 包裹内容 高度 包裹内容 然后呢 方向呢 是垂直方向 Vedico 垂直方向 然后呢 在这里面呢 添加两个建头 是不是就是一个 以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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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来个 宽高度是包裹内容 宽度包裹内容 高度呢 包裹内容 然后这里来个 硕士是吧 硕士 这里来个 镜头 这个桌布 好 桌布 来个什么呢 这个是 这个里面的 RO应该是 这个镜头 应该是朝上的吧 ROUP 是吧 ROUP 这里一个镜头 然后呢 我再放一个 我再放一个 好 放进来 看下效果 镜头是不是在这里 应该把它移到中间吧 移到中间 很容易 就修改 现金目局 是深刻 浩然一口为处 是不是水平方向 俱中啊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到这里来了 再让什么 是不是往下去一去 是不是来个 往下去的话 是来个 marking marking 拓过 是不是就行了 marking 拓过来个 20个DAP 是不是往下 拓一拓 哎 差不多是吧 是不是拓进来了 好 拓进来之后 咱们再来看一下效果 运行 看下效果 好 然后边运行 我在边摆一下 抽屉内容 是不是现在还没有 好 如果想看下抽屉内容的话 我先给你来个 什么呢 先来个背景 好 backed ground 我给你来个背景 这个来个什么呢 来个颜色 大红色 看下效果 现在我先让它运行 先看下这个效果 进程管理 好 是不是就出来了 好 一点击跑到去了 一点击下来了 是吧 是不是还可以拖动啊 对不对 还可以拖动是吧 还可以拖动 就是拖到上面去了 然后呢 可以下来 是吧 一点击上去 一点击下来 然后呢 你可以按住它拖 是吧 好 上来之后呢 咱俩看一下 抽屉是空的是吧 抽屉的部分是吧 可以点击啊 对不对 好 这个抽屉的把手 是不是相当于 没有底板是吧 还可以做操作啊 现在我再把这个 运行一下 现在我这个内容里面 是不是给它 设置了一个背景啊 好 大家看下这个背景的效果 好 再来运行一下 好 竞争光影 是不是这么的效果 是不是 是不是可以慢慢拖 是不是 好 大家看一下 首先我拖的点 是不是都是关闭的 好 现在我看一下 A点击 拉下来 是不是可以选择 是不是抽屉 还有穿透性啊 对不对 还具有穿透性 对不对 虽然看不到 唯一点击 再来看一下 是不是有点击的 对不对 还具有穿透性 那现在你要把 首先把穿透性 给它解决击 那应该怎么办 是不是就获取焦点啊 是不是让它 把视线给我抢走 是不是这意思 好 那我再来个抽屉 这里来个什么呢 click和围图 是不是让它 抢走我的点击时间 对不对 让它去抢下 我那个点击时间 那说到这里了 咱们还有个功能 昨天在那个 软件管家里面 看一下 软件管家 好 我点击这里 没有问题啊 好 现在看一下 咦 怎么不出来了 点击系统软件 也没有啊 拖一拖 拖到系统软件 是吧 咦 怎么也没有啊 不快 这个点击没效果 是吧 对呀 我这个看个标签 有时候呢 因为我这个是假的 就是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了 这个做法 是不是不一样啊 现在是不是来 第三个固件来做的 那如果你自己来做的话 这个就 这个就有问题了 像这个啊 这是这个事件 好 这个事件呢 我在这里面 完全一个过滤了 呃 代码 看一下 我在这里面 加了一个事件 找到欧 找一下 因应和 以为的方法 在因应的方法里面 我是不是做出过滤了 对不对 做出过滤了 标签点击过滤 现在我们再来 看一下效果 是不是效果就出来了 我点击这个标签 下面是不是选中了 这样不太合适吧 好 这个是谁来发展的 是不是就是这个标签来做的 那也就是说 我把标签把事件抢走 它是不是就不会了 好 这个道理 跟咱们刚才写的是一样的 那找到这个 太个标签 它有个标签是在 这里是不是标签啊 好 标签我也来个什么呢 click for way to 是不是可以做点击时间啊 好 现在咱们再来一起 应用 给效果 好 一起应用 好 安装 精神管理 好 现在那里面呢 看一下效果 好 我再拖一下 点击 有没有那种效果了 是不是没有那种效果了 好 现在再来看这个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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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点不了了 是不是啊 因为它把事件是不是给我抢走了 其实就是这种做法 好 现在我们修改 把红色部分给它改改啊 红色部分的话 我们看长得什么样子啊 先看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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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长得什么样子啊 白色背景 是不是个TestView 下面显示这两个东西 是不是咱这里View 是不是讲过了 好 这个就很容易去做了 打开 布局管理器 首先呢 我让这个 Low the layout的背景 给大家的 纯白色 纯白色的话 就是F F F 是六个F 是不是纯白色 好 纯白色 现在我在这里面 加两个图线 一个是什么呢 TestView 好 TestView TestView 好 这个TestView呢 就是显示个文本信息就行了 好 TestView 好 显示什么指南 看一下 进程设置管理是吧 进程设置管理 进程设置 太超强了 宽度 宽度 包裹内容 包裹 包裹内容 然后呢 文字 文字 好 这个是什么呢 进程设置的话 进程设置就行了 好 进程设置 然后呢 字体改大型 TextSet TextSet 好 这个字体稍微改大型 改成18个ST 18个ST 好 格式化下 字体的颜色 有没有要求 纯黑色是吧 纯黑色 我们就拿个 TextColor 纯黑色 123456 纯黑色 好 预览一下 所以预览不了 因为臭敌是不隐藏的 把轴运形起来 才能看到它的样子 才能看到 如果想预览的话 就单独弄一下 想预览效果的话 就先减切一下 是吧 减切一下 放到这里了 是不是就行了 是不是 放哪去了 整个跑进来了 是不是 好 再弄回来吧 省得 省得一人 完全改了 好 现在这个很简单 这是设置 那因为两个设置 垂直方向了吧 好 这是这个界面的设置 就是它了 就这个东西了 下面显得什么了 是不是两个 自定UV啊 把那个叫做什么来着 自定UV在这里 提升不了了 我们两个 靠目点 这里是不是就有了 是不是3D Atom 就是3D Atom嘛 就这个是吧 好 来个 反一个 好 现在我在这里 来个什么 宽度 啊 包括内容 高度 包括内容 高度 包括内容 好 现在这 我们属性 写的呢 有个属性 是不是要过 那个自定U属性了 自定U属性 好 就像 自定U属性 叫做 IG 然后呢 这个可能 咱自己的报名 靠目点 靠目点 IG IG 我不要 save13刷 save13 好 现在呢 我加上 也自定U属性 套 它问号 是不是就出来了 现在它又可以出来 当时反而记得出不来 是吧 把这个描述信息写的 显示系统 进程是吧 显示系统进程 再来看一下 显示系统 它是第一个是吧 它第一个的话 咱们用背景用什么的 这里有一个什么的 有一个背景的选择 是吧 背景选择 咱们选择什么 是不是 货车 它是不是第一个 好 现在我们就想 这个 等下我要给它 拿个 ID 电号 是不是要给它 来实践了 把它给它 ID 好 这个叫做抽屉吧 抽屉就是 实力定做 实力定做里面呢 这个叫做 显示技能 秀 System 显示系统 递程 好 复制一下 好 增加一下 这里咱们拿个 Markin Talk 兼具 Markin Talk 拿个 10个 DIP 好 现在我来这里面 显示什么 这里是 清理进程 是吧 索屏清理进程 这个都改过来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也要改 这个改到什么呢 是不是就是 Last 是吧 就两个 好 现在我们运行一下 看一下效果 先看一下这个界面 好 准备起来 看一下效果 好 精神关键 说这出来了 挺难看的 是吧 微调下去就行了 这个 精神设置 给它来一个 在哪里 这里上 就是 Markin Lab的 5个DIP 靠底点 无所谓 但是不要扣偏了 你说它里面 显示无所谓 是吧 不能超过 它的边界 大一点 10个DIP 10个DIP 然后呢 它那个 Markin Talk 是吧 Markin Talk 再来个 5个DIP 不要你顶部 太近了 是吧 就差不多了 那现在一个问题 是什么呢 这里购买地位 是看得很不爽 你不可能在这里插播广告 是吧 你在这里插播广告 有可能这个功能 是不是连用不上 你插播广告 是不是为了赚钱 你把保罗放到 很隐蔽的地方 是不是相当于 不赚钱了 对不对 这里 但是呢 它又很难看 这时候怎么办呢 你给它来个 少一点就行了 小一点就行了 找到来这个抽屉 开单 是不是还使劲能做吧 你给它来个 Markin Talk 就行了 Markin Talk 就顶部来个 什么 100个DIP 看下效果 给它调 你行 就是 它整个抽屉 是不是整个显示出来了 你在Markin Talk 是不是往下 在低100个 是吧 看下效果 当然这里可以点 是吧 这里都可以点 精神关于 是不是这种效果 还可以 是不是就这两个 就这两个功能 是吧 这是精神设置 还行 那现在这个 界面就搞好了